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总结一下 他为八卦长做这几件重要的事情 首先是理论上的 他不是光链拳脚 我们家有一个木箱 都是他从年轻时代积攒这些武术的书 所以北京体育大学 原来叫北京体育学院 第一个武术研究生康格武先生 完了他毕业的时候 张文广教授 特别令人尊敬的张文广教授 他在1936年到德国参加了奥林匹克运动会 做武术的表演 他跟康公说 你的论文课题要写八卦长原流研究 他说那我什么资料都没有 他说你去找一个人 谁就李子明 完了张文广教授给我父亲写个条 后来康公老师呢 康公老师他有一段视频是这样说的 他说如果拿这条句李老一说我是体育大学的研究生 要写八卦长要研究 他一下就给我拢得翻脸 他觉得太好了 他说终于有人来研究八卦长了 完了就把那个柜子打开 完了他说那里上版本上百本资料 完了他说了一句话我父亲说的 你都拿去你都拿去后来康公老师说那怎么行 你记载一生呢 他说我拿一些借阅 有的我抄写一些东西 就是说他的那个没有丝毫的保守 那么这是他提供给理论研究研究者 我自己一生的这些资料 他从他自己也写 我现在手里就他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出那些手稿 一直是在研究 签建完以后就是成立研究会 这就是我们我们家的那个房子 我们家那个房子呢 然后这是当时的一些任职人员 这个牌子都是他 木牌刷刷漆用毛笔写的办公室 真是抓紧时间日理万计 这是他当时一街弄的辅导站 辅导站在北京开始弄二十六个辅导站 完了就是天坛地坛摇坛 紫竹苑动物园什么什么后海好多 完了没有钱做广告 有一个北京晚报的记者说 那我给你做一个软广告吧 软广告就是说给你做一个报道文章 人不就去看了吗 就是要发展它就要提高 要让传统物园上一个新的台阶 而不是那种民间的江湖的下九流的天桥的靶 后来这是传承一些收徒意识 你看马川旭老师收徒请我参加 他是疫情期间去世的 这个这是我收徒 这个是刘静如建在斯国栋 斯国栋老师去世了 朱宝珍老师也去世了 所以就是我觉得做什么事情 就是分秒必争抓紧 你要做也就努力做了 你要不做就都过去了时间 看看这块牌子 这块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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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特别有时代感 其实应该把李老那个 就是在这块牌子 那张照片 挂着一个 特别高兴 就是发自内心的乐得和不隆嘴 跟另外那个王龙唐老先生 当时这个字是海军 中国海军那个一个中将式上将 叫石品一 这名字也很好听 石头的石品一 给写的 北京市五七八五年会 在我们那个院挂了那么多年 要感谢就是拍这张照片的那摄影记者 但是我找不到他了 我觉得这张照片 因为我是抠下来的 实际上在皇家故宫角楼 北京 完了正是春天 那个桃花也盛开了 康公伍就评价 就是说他这个动作就中正 啊 武术动作 那个那个那么大年 八十四岁啊 那个脚 蹦的 这文革期间也没有放弃 万安公墓 这是我下乡回来探亲 这个不是七零年 这弄反了 这两个 这是七三年 这是七零年 往后 他做的七十多岁 这我下乡走了 我六九年走的 完了 我的姐夫喜欢摄影 给他拍的 你看这个 这个 水平 这是拍那个电视剧处 第十一块金牌 王龙唐先生 城市民家 这是隐世的 王府 这都是城市的 城市 城市 也都走了 这些老人 我过去讲的 他说没讲到这块板的时候 我还挺欣慰 我说还有几位老人在 我说我的大师兄 马传旭 白吉远 孙志勋 杨宝 我说这个还有韩节 结果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 三位 马传旭 白吉远 杨宝 都这三年之间 走的 很多老人 是这样 原来吧 他比如有病 但是家里人来人往徒弟 徒孙来 他有一种 期望 看他们练练功 说说话 突然 家里不来人了 一下精神就崩溃了 这张照片 我特别喜欢 就是 北京八卦掌研究会 是中国第一个单权主研究会 北京大学武术协会 是 1983年成立的 是全国高校 第一个武术研究会 当时呢 他们就叫四老进燕园 有篇文章 吴图南 太极全名家 完了 八卦掌 李子明 这个是 马里堂 外号叫坦克车 他那个行义全联的好 周遵佛 我的师兄 赵大元 他以前就是一个小学老师 所以我觉得习武也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从他们来说 就是 你比如我大师兄 原来就是一个木工 普通工人 后来因为 学习了武技 被调到铁路公安 那个 我的这个师兄 原来就是也是一个小学老师 那么后来成为了大学的 景观大学的教授 成立这个八卦掌研究会 那么他曾经 对他的弟子 就对赵大元师叔说过 师伯说过 是他文章里写的 他说老师跟我说 他说 你不要以为 把这个坟墓 练在那 就大功告成了 我们要做的事情 还很多 是吧 他说现在呢 经过那个十年浩劫呢 武术是一盘散沙 咱们要把大家团结起来 团结起来呢 他说才好普及 有普及了 就发展了 发展了 他说才能提高呢 他就是一连串的那种想法 所以呢 当时这个事也不是说那么顺利 特别难 特别难 因为当时康国老师 就是参与了 他就说 就现在人难以想象 现在你想成了个组织呢 报批吧 那个时候没有先例 没有先例怎么办呢 谁来负这个责任 批出了事 那批的这个人负责 是吧 可可能好可能不好 所以实际上 是在不治可否的情况下 就说你们成立 我们不反对 我们也不说支持 反正你们成立成立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坚持 所以成立了中国 第一个单权中研究会 就是北京武协八卦掌研究会 然后呢 就把自己家的房子拿出来 办公 那个艰苦奋斗 没有钱刻章刻木头的 完了没有资金不够 不够印信封 就拿那木头张印在信封上 就是这样 我母亲更忙 我母亲是 她是中国的 就是满族 实际上不治汉族 满族力还有就是奇人 就是所谓皇亲国戚的 沾一点那种的 所以其实她就那种身上 大家闺秀的那种东西特多哈 但是非常勤劳 而且特别支持我父亲的工作 可以说没有我母亲支持 她很难做成那样 就是很难想 现在人们住楼房啊 都很少来往 有时候住了很多年都不知道楼上那个姓什么 叫什么 那时候住平房嘛 每天来啊 不夸张十多个人 他都不带烦的 啊 后来就是 我父亲是 鼓到热场嘛 热善后 是谁来的 吃饭 然后 呃 这茶刚沏过的 来了人 说 您不要从沏了 我就喝这个茶 不行不行 从沏倒掉 从沏茶 完了我母亲 我父亲对那个礼物说 老太太 做俩菜 老太太做俩菜 完了就就吃饭啊 所以有一次 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的时候 啊 那个我的师兄 底国勇师兄 说出去就哭了 就 就特别难过 说 你们谁没在师父师娘家吃过饭 啊 就是 我教你武术无常的分文不绝 我还要 管你吃管你喝 这个研究会呢 成立以后啊 啊 那么八卦网的传承是这样 实际上 呃 都是尊董海川县师为组织的 那么二代三代 二代呢 有尹氏啊 成氏 凡氏 粮氏 后来还说史氏流氏等等啊 但是二代的他们关系都非常融洽的 就是从我父亲嘴里 他并不掩饰说 我曾经跟城市沟通过 学过 我曾经跟尹氏师兄 学过什么 不都是互通有无的 非常团结 从 这个七九到八一年 为董海川县师建了分以后 大家 重新以组织的形式走到一起 民间传统武术 那么就促进了发展 而且带动了可以说 当时北京和全国的传统武术的发展 当时北京市的武协秘书长 叫范宝云 他说 通过你们八卦长带了个好头 将来成立一个 成熟一个 成立一个 所以这一年多就成立了十几个 现在北京一共六十多个 就是所以我觉得也有人这么说哈 有一位意大利的 就中国的八卦长传人 现在定居意大利 他给我微信说 他说李老是八卦长的中兴人物 就是1940年解放以后 又把他推向了一个高潮 说功不可没 这是李连杰的师傅吴斌 给我写天道酬琴 这研究会会指几经周折 这就是董海川先生 他留心四桶碑 四桶碑正碑面一共八个 完了1981年以后呢 我父亲当时拿出500块钱人民币 就很不少钱 一个月挣30多块钱 我父亲怕遗失 就把那个片 踏片都踏下来这杯 现在他没有那么清楚了 那就当时历史上是怎么写怎么说的 这个 就这个 一定要拍 这个就是八卦长六十四十印章 原来我们外边放一个大的 我粘地我说把那挪开吧 嗯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 这种章叫阴的 那么字是白的 那个石头是红的 这种就叫阳的 那石头是白的 字是是这个红的 刻的雕刻的时候就要把这个线条突出来 这个是把线条凹进去 就是阴阳 八卦长本身也是 就离不开这个阴阳 他这张照片呢 就是喜欢的人很多 王后有一次呢 这个还有个故事 有点挂墙上的 哨骚了 我有一个好朋友 王后他到北京潘家园 北京潘家园就是一个古玩市场 许多那个外国朋友也喜欢到那去淘淘宝 淘宝 完了呢 有一天我的朋友去了啊 就说 问那老板啊 说你这竟是 花鸟画 山水画 有没有人物画 老板说有啊 说你等着 完了就到屋里 把这个拎出来 给我那朋友说你看 这是人物的 后来我那朋友说 哦 多少钱啊 他说一百三十元 后来我朋友给他一百块钱 说的 不许卖了 说的 这是我 这是我朋友 他父亲说的 嗯 特逗 这张照片是我后来发掘出来的 这个就是1966年5月了 马上就要到那个高潮了 到那个文革的高潮的时候 那么正好家里有一个朋友照相相机 135的 那个时候都是黑白的 那照片就这么大一点 我放大的 他手里拿的是 那个 拿出兵器 兜里是那个套 做了一个动作 嗯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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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终结束 到这个一段 Tiger Spirit, A Transl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the Classic Texts of Xingyiquan This book translates and explains in detail the classic texts of the art of Xingyiquan. It is not only useful for those practitioners of the art of Xingyiquan, but similarly useful for practitioners of Ba Guajang and Taijiquan, as these arts have also drawn from the corpus of classical texts of Xingyiquan and included these concepts and theories within their own corpus and classical texts. The book may be ordered today through the official Mushin Martial Culture website at mushinmartialculture.com Additionally, in the store you will find other merchandise including a portrait of the founder of Ba Guajang, Dong Haichuan, as well as other prominent practitioners. If you would like to hang this in your school or training location, head on over to our merchandise store located within the Mushin Martial Culture website. Other unique merchandise available includes a Ba Guajang t-shirt, which was inspired by Yendehua's 1936 manual on the applications of Ba Guajang. Available now are t-shirts in various colors featuring the drawings from this manual. Hoodies will be available soon too. Another way to support the channel is through our Patreon support site. There are regular support tiers as well as a third tier. The Hua Jin Online Learning Program tier, where you can learn the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Liang-style Ba Guajang, as handed down by Li Zeming as well as Hebei Xingyiquan. The program presents one-of-a-kind, high-quality, in-depth lesson videos for you to learn these arts in full. We'll see you next time. We'll see you next time.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